《鬼話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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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開始囉 本故事是由觀眾《鬼話連篇》所投稿的 這故事是發生在23年前 1996年的那年跨年 當時的我15歲 還是個國中生 而那天是跨年夜 我跟一群國中同學到中正紀念堂跨年 5 4 3 2 1 煙火欸 好漂亮喔 可 為什麼這麼漂亮的煙火 我跟一群公的過 哇 真漂亮 新年的第一發煙火 塞年度欸 居然跟他們這些人過 真夠衰 我到底是造什麼孽啊 嘿嘿嘿 我是誰 我在哪 為什麼我在這 呵呵呵 好想抱女生喔 呵呵呵 而就這樣結束跨年後 因為當時捷運還沒蓋好 又加上不管到哪邊 都是人幾人 大爆滿的情況下 我們一群人決定 就直接散會回家吧 要不然我們就散會吧 我們都應該看你彼此醜了一點點吧 嗯嗯嗯 同意 好 那就讓我來叫計程車回去吧 嘿 計程車 哈囉 阿同學 要去哪裡啊 嘿 司機大哥 我們四個要回龍山市 在嗎 喔 好當然可 嗯 四個 欸 沒了啦 我不順路啊 不在了 掰掰 蛤 什麼啦 怎麼直接跑掉了啦 難道 我靠 獨鬥 你那張臉籌到司機直接去接耶 你先靠我 最好啦 欸 算了啦 司機不在我們 就邊走邊聊走回去美 好喔 走吧 啊 而就這樣 我們一行人決定沿路慢慢的走回家 反正當時年輕氣盛體力很好 而大約走了十分鐘左右 有廁所耶 我小娘娘 我先去一下 欸 你小心喔 你剛剛臉嚇到一個司機了 上廁所的時候小心不要再嚇到人喔 喔 白痴喔 欸娘娘 欸我也要去 一起去吧 此時的小黃跟土豆一起去上洗手間 而我跟小剛就在廁所外面等著 五分鐘後 小黃跟土豆歸對了 我們也繼續往回家的路上走 而因為我走的比較慢 落在對我的最後面 看著他們的屁股 而這時候 我才發現 嗯哼哼哼哼 欸 小黃的脖子 怎麼有個紅紅的一條啊 欸 剛剛有那個東西嗎 而且那個好像是黏在皮膚上的耶 是沾到什麼顏料嗎 哼 算了 還是跟他講一下好了 欸 小黃 哼 而正當我想要叫住小黃的時候 欸 一 二 三 四 這時我才意識到 前面居然有四個人 我們這團礦聯團 總共也才四個人 而我走在最後面 那他們前面 應該就只有三個人啊 這時候發現不太對勁的我 就只能默默跟在後面 也不敢向前跟他們搭話 而就這樣走著走著 第一個到家的 就是脖子有紅色細線的小黃 而送小黃進家門後 我們持續趕路 欸 我跟你們講喔 我剛剛好像看到怪怪的東西耶 咦 我也有 你們都有看到 對 此時 我們三個人馬上開了檢討會 互相交換資訊剛剛到底看到了什麼 土豆說 在走路的時候 一直以為我走在小黃的隔壁 而知道了 哼哼 真好笑 欸 阿燈 他怎麼那麼講話 在裝置閉喔 欸 阿燈 哼 結果土豆轉頭一看 才發現小黃隔壁 一直跟著一個不認識的人 不 嚴格來說 應該是跟著一個類似人形的黑色物體吧 而小剛 也是看到同樣的場景 我就更不用說了 除了看到多一個人之外 我還看到小黃的脖子後面的紅線 明德咧 今天不是跨年夜嗎 怎麼新年第一天就遇到這種事啊 靠 阿現在人不是很多陽氣重嗎 怎麼還會有啊 算了啦 我們明天要不要去拜個拜啊 後來我們三個人決定 隔天下午約個時間去廟裡拜個拜 求個平安 而小黃因為隔天有事不參加 所以我們就幫他求個呼聖符 給他保平安 而接下來的半年 我們都在史讀書 只為了考上好高中而努力 而自然的成績出爐分發後 就分發到不同的高中 也很少時間可以聚在一起了 大概只有在每年的寒暑假會出來聚會 而在那個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 每次出來相聚 我們都一定會拍照留念 來喔準備喔 嘿 3 2 1 2 1 1 2 1 2 2 1 2 2 3 2 3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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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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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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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4 5 4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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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7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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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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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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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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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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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9 10 10 10 11 像是一張人臉,正撕裂嘴的笑著 毒豆,你卻有那麼巧的事嗎? 從跨年那一年開始,白銀就出現了耶 我...我... 聽不懂,別太堅決了,我不能夠 我不能夠想見,我不能夠爭取 我,我估計了,你從來,我開始要 一人三流,你將會想放在這裡 一定會影響,我開始要 麻煩我,我ец,你不要現在 我先説,救我,我開始 我先説,救我 擻測了,救我 我先説,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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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張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最後一張 那張照片 小剛看向小黃的表情 卻是不合邏輯的 露出了驚恐的樣子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那天 我們離開阿姨家後 我跟土豆找一個地方坐下來聊 始終無法理解 小剛在照片裡面到底看到了什麼 跟他為什麼會突然消失 怎麼辦啊 這照片怎麼處理 一個走了 一個人間消失 齁 是在拔電影 阿坦 我問你 你記得那次在中正紀念堂的跨年嗎 記得啊 怎樣 那個白色的破況照片 也是從跨年的時候開始出現的 所以呢 你記得你說 你看到前面有多走一個人嗎 好喔 現在是要不要講重點了 唉唷 重點就是 有件事我們有講 阿你現在講阿 我們跨年那天要離開 不是有去上洗手間 那個時候小黃也有跟我一起來阿 原來就在那天 上廁所的時候 小黃是去廁所大號 而土豆是小便 而正當小黃上廁所到一半的時候 我又有幾個月 吃飯 蛤 幹嘛 裡面有人阿 欸 你在幹嘛 喔靠 土豆 嚇誰阿 我在幹嘛 在廁所能幹嘛 做蛋糕 巧克力口味的啦 欸 現在起點 蛤 阿你是美根運療喔 阿不就光跨年 12點了 喔 阿等一下要幹嘛 蛤 阿不是說好一起回家 一起回家阿 阿是怎樣阿 大哥變也要亂了 诶 奇怪 怎么没有人啊 诶 你很腮流诶 人家在大便在那边乱问问题 蛤 什么 我刚刚妹妹玩就出来洗手了 别够哦 还装诶 问什么 这干嘛 做什么 现在几点 很闲诶 诶 没有啊 我没有装啊 我真的出来就洗手了 你很烂诶 演技粗糙诶 土豆回顾完这个故事后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一回 不知道这件事情跟后面发生的 有没有关联 希望只是自己脑补过多 但还是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外面上厕所 有人敲门问你要干嘛的话 记得不要说要一起回家 故事说完了 故事开始啰 以下故事由观众J先生投稿的 这是我之前当替代艺的时候 发生的故事 为了不要造成单位的麻烦 我就不公布单位跟地点了 但可以提到的是 我们的单位是个试验中心 里面有很多田地给研究员 做植栽的培育还有测试 简单的说就是植物研究啦 中心基本上不对民众开放 门口也有保全看守 所以基本上里面都是自己人居多 而通常在每天五点下班后 正值人员回家后 整个研究中心里面 就只剩下我跟两个学弟 还有一个研究助理 我们四个人住在这个超级大的研究中心里面 而这里到底有多大呢 如果要换个简单的方式形容的话 就是一间学校放学后 就只剩下四个人住在学校里面那种感觉吧 而因为研究中心的田很多 再加上跟宿舍有点距离 所以在里面的交通工具 都要用脚踏车来代步的 还记得刚到中心的时候 在里面工作的祭司叔叔 助理还有约聘的阿姨 都会不断的跟我们讲 诶 阿哥你们讲哦 一个人不要太靠近田里面哦 那边很危险的 那里有很多毒蛇 龟壳花 被咬到不是开玩笑的 嗯 知道了 虽然警告是这样警告 但说实在话的 很难听得进去 这么大的地方 下班后 整个环境都被我们四个人包了 而且望过去整片绿油油的田 没有建筑物 田跟田中间也是平坦的薄油路 看起来整个很宽敞 对于都市长大的我 这样的环境实在难得 所以每天的傍晚 在吃饭之前 我都会跟学弟慢跑在田间的薄油路上 当做运动 呼呼 哈 呼呼 哈 呼呼 哈 我想着只要往中间跑 不要太靠近田边就好了 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那年 接近7月的夏天 那一天傍晚下班后 一个学弟跟研究助理说要去夜市买晚餐 而我就跟另外一个学弟土豆 在田间跑步运动着 呼 呼 哈 呼 哈 因为在跑步的时候 讲话很容易让气乱掉 所以在跑步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先跑一段小乐身 而乐身结束后 就会分开自己跑自己的 毕竟大家跑步节奏不同 跑在一起很容易互相影响 而就在田跟田之间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分开各跑各的了 土豆右转往更里面的方向跑过去 而我则是沿着直线继续向前跑 哼 哼 哈 哼 哼 哼 就这样我一个人跑着跑着 跑过两块田地的时候 突然听见背后有人骑脚踏车的声音 那个声音离我很近 好像那个人就在我背后一样 哼 是谁 警卫大哥吗 我好奇的回头 确认是不是警卫 但转过头后 别说是脚踏车了 背后宽敞的水泥路上 一个人影也没有 什么 我听错了吗 当时的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就继续慢跑下去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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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又跑了几分钟之后 后面突然传来土豆慢跑的声音 阿腾 你刚跑步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一个脚踏车在后面的声音啊 有啊 你有听见哦 靠 哼 我刚以为是警卫大哥在后面 结果我转头都没看到人 超怪的 我也是 刚想说谁骑脚踏车在我后面 结果我回头没看到人 就这样我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的边跑边聊着 结果 话才刚刚讲完没多久 哼 阿腾 你有听到吗 脚踏车的声音是不是又出现了 哼 真假 话才刚说完 脚踏车的齿轮转动声又出现在我们后方 而且还非常的近 近到我要骗自己说是听错的都没办法 此时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安静下来沉默的向前跑 不敢说任何话 但随着脚踏车的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 诶 阿腾 你可不可以回头看一下 卡X呀 为什么是我 你自己不会先回头 诶 我 我会胖啊 诶 你是学长诶 要保护学弟啊 而且你不觉得后面有人骑脚踏车 却没有人讲话 超怪的吗 诶 你会胖 我不会胖啊 诶 我是学长 那你学弟 妈X 听口令 学弟 想好转 诶 不是啦 别闹啦 我觉得他真的离我们很近诶 而且一直都不说话 那不然数到3 我们一起回头看好不好 诶 好啦 诶 你很卢诶 那你数哦 诶 诶 好哦 一 二 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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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数到3的时候 我没有转头 一方面我真的害怕回头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是baby 藤之柱 这种可怕的事情 土豆自己回头去看就够了 反正顶多被他骂去靠北而已 诶 诶 诶 所以你看到什么啊 诶 快跟我讲啊 诶 诶 土豆此时完全的沉默 后方我只听得到他的脚步声而已 诶 快讲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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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我看到了 有一个声音超快的从前方跑了过去 而仔细看那个身形跟衣服 诶 是土豆啊 三角 现在什么情况 我 我前面有一个土豆跑过去 我后面有一个土豆跟我聊天 此时背后的脚踏车正还在持续着 那我背后那两个人到底是谁呢 我跑着跑着感觉到 土豆好像跑到我右手边了 但我的右手边就是一片田啊 哼 怎么可能 我望向天里 看到一个人跟我平行地跑着 但他的脸却是90度的转向我 他穿得跟土豆一模一样 但那张脸我根本不认得 而且脸上没有表情 但眼睛却只定定地看着我 嘴角看起来好像下一秒就要大笑起来 一直上扬抽续着 哼 哼 你等会冲他回来 刚刚跑到我后面是他啊 靠X好恶心啊 他等下会不会向我冲过来啊 因为实在太可怕了 我开始大吼 想叫做这好前方的土豆 诶 土豆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土豆 等我一下 结果不喊还不要紧 一喊下去 土豆不但没有等我 还继续加速前进 白痴哦 没疫情 跑屁跑哦 可恶 当我塑胶做了你 看我的二档 全速前进 哼啊 就这样 好歹国小国中 也是跑田径队了 对短跑冲刺还是很有信心 一个进步往前冲没多久 就立刻赶上跑在前面的土豆 土豆 停下来啊 就这样我最伤的土豆 勾住了他的脖子 两根气喘继续的停下来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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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跑屁跑啊 我叫你 你還繼續衝 幹嘛 哼哼哼哼 阿騰 你要把我嚇死喔 我剛剛在跑步的時候 有一個盜版的你 跑在我後面一直叫我跟你一起回頭 看後面騎腳車的是誰 什麼 你也遇到了 你也有嗎 到底剛剛土豆跑步的時候遇到了誰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廣告後馬上回來 原來剛剛土豆自己一個人跑步的時候 也聽到了後方有腳踏車的聲音 還有 有一個我的聲音在叫它 欸 土豆 欸 回頭好不好 欸 欸 土豆回頭啊 回頭看看嘛 欸 土豆我們數123回頭好不好 哼哼哼 欸 好不好 好不好 但不一樣的是 土豆從頭到尾都不瞭後面那個聲音 而最後 因為土豆都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個聲音反而 回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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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回頭看 回頭看 回頭看 當下土豆笑到快要哭出來了 又聽到正版的我在大喊它的名字 才會越跑越快 而就這樣 當我跟土豆講話的時候 我也發現了 剛剛在田裡面追我們的東西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不過我們也不敢鬆懈 確定彼此都沒事後 我們就用小跑步的速度 趕快跑回宿舍 而就在慢跑的同時 我們都發現 隔著一片約50公尺寬的田地 對面的水泥路上 有一個騎著腳踏車的人影 也用跟我們跑步一樣的速度 騎著腳踏車前進 那個是警衛大哥嗎? 怎麼可能 這個時間警衛都在宿舍巡邏啊 那是誰留在這裡啊? 是研究員還是主任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快到宿舍了 他現在隔一片田 也追不上我們啊 安娜 等一下回宿舍 再拜託警衛去查就好啦 喔 好喔 阿達 你看 那個人停下來了 正當我們討論到一半時 這我們對面騎腳踏車的人 停下來了 開始對我們招手 在背光的情況下 在加上距離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而就當我們兩個人都好奇的 忘了那個聲音時 那個人突然跳進了田林 用有夠誇張的速度 往我們這邊衝過來 聲音的耶 他跑過來了 救命啊 快進宿舍啊 瞬間 我跟土豆兩個人 用身上最後的力氣狂奔 直奔宿舍 好險當時的宿舍離我們不遠 進宿舍後 我們也馬上把門反鎖 等到我們回省的時候 往外面看 只看到那個東西還站在田裡面 還是一樣 一臉憋笑快要不行 一樣的表情 站在田裡面 直直看著玻璃門後的我跟土豆 好像他對於我們被他嚇到的反應 很滿意一樣 最後因為太可怕了 我們決定將這件事情告訴警衛 而警衛卻說 阿不是叫你們不要去田裡 你看 遇到了齁 原來田裡面那個東西 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會說有毒蛇 就是要我們不要靠近田 也是不想讓我們恐慌 但警衛也說 那個東西就喜歡模仿人跟追人 但從來沒有聽過 有人發生過什麼事 只不過奇怪的是 可是 我還坐那麼久 第一次聽到 他會叫人家回頭 好險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回頭 不然 也不知道後果是什麼了 而就這樣 在警衛大哥再三保證 在宿舍就會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就趕緊去休息了 但奇怪的是 就在那天晚上 土豆在睡覺之前 去冰箱拿著東西來喝 邊走要邊回寢室時 就看到下午那個東西 正在在營區的玻璃門外 雙手手掌放在眼睛旁邊 就像網裡面偷窺一樣的 一動也不動 往宿舍裡面看 故事說完了 故事開始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種都市怪談 就是所謂的阿飄常常會在森林 或是在人家門外 模仿你身邊親友的聲音 因而引你過去 或是要你開門呢 今天的故事是朋友投稿的 那老樣子 就讓土豆跟阿騰來擔當演出吧 土豆是個有陰陽眼的人 常常可以看到我們看不到的好兄弟 而小的時候 他因為常常看到好兄弟 因為不懂事 常常主動跟他們對話 欸 你是誰啊 而那些阿飄 知道他看得到 就會因此纏上土豆 希望可以藉由他的身體 去找師父幫忙解困 因此 土豆從小算是體肉多病 但時間久了 土豆自然也知道 就算看到了 也要裝沒看到 不然自己又要倒霉了 欸 土豆 你要不要過去拍炸 趁現在都沒有人 很空喔 蛤 蛤 幹 沒愛 而前陣子 我們去了一趟日本京都旅行 旅行的五天事業一切都很正常 因為算是背包客自由行 我們都固定住在同一家旅店 我們的房間跟多愛夢的大熊房間很像 就像是席地而睡的榻榻米房 而事情就發生在某一天的晚上 呃 想放晒 半夜突然想上廁所的土豆 起身後 打開房間門 正準備往樓下走時 他看到了 有一個穿著和服的白衣女子 正站在樓梯的正中間 靠背 而在此時 土豆馬上可以意味到 他不是人 因為那名白衣女子 身體 是半透明的 土豆依照往常的見怪不怪 當作沒有看到的 穿過去了她的身體 而走進廁所 開始拉屎了土豆 一邊想著 怎麼會突然看到 真滴麻煩 前幾天都沒有看到她的說 但就在這時候 女鬼又來了 這次是把半張臉伸進來 看著土豆在上廁所 冷靜 沒看到 就這樣兩個人 在一陣尷尬後 土豆裝作沒事的 離開了廁所 就這樣按照原路要回房間時 結果才剛剛要走上樓梯 又看到了那個女鬼 這次正站在二樓的房間門口 等待土豆上樓 土豆一邊演了睡眼心鬆的戲碼 一邊往樓梯走的上去 穿過了她 打開房門 依然裝沒事的走進房內 躺下後的土豆 環顧了一下房間內 確定女鬼已經離開了 這才安心的睡了 靠 我看到鬼還可以這麼自然 金馬獎應該扳給我才對 而就這樣 沒幾分鐘後 欸 土豆 土豆 欸 土豆 土豆 嗯? 三小啊 這家屋幹嘛還不睡覺 叫屁喔 欸 土豆 而帶著極濃睡意的土豆 原本想要翻身直接給他一拳 但這時候突然聽到了 身後傳來了阿騰的打呼 那如果現在阿騰正在睡覺 那剛剛叫的土豆的聲音又是誰呢 欸 土豆 土豆 欸 土豆 土豆 那 那個鬼到底觀察了我們多久 才學起阿騰的聲音呢 故事說完了 注意 本故事是由微騰連載漫畫 鬼月特輯改編成的動畫 故事內容是創作故事 也是第一次挑戰漫畫改編 那麼故事開始囉 大家好 我叫阿傑 現在 正坐在一台往山上走的車上 開車的是我高中的同學 小剛 其他幾位 也是你們常見的熟面孔 微騰 土豆 那至於為什麼 我們會在暑假的深夜 開車到這鳥不生蛋的小山呢 欸到了 就是這裡 超神秘的地方喔 這裡可是我前幾天經過發現的 難得大家聚在一起 就來點刺激的吧 靠北七喔 如果撞鬼怎麼辦啊 唉呦安娜 我找到準備 我們通理雷打欸 等一下進去逛 如果阿傑感到不妙的話 我們就馬上撤退啊 你說好不好阿傑 呵呵 這就是我的體質 我沒有陰陽眼 也不能讓神明曝神 但我從小到大 只要進入有阿飄的空間 就會瞬間覺得很不舒服 看來我今晚的任務 就是當這群白痴的保姆了 就這樣 我們一群人 進了這間廢墟 廢墟裡面 總共有三個房間 第一間 都是垃圾 第二間 也被丟滿了垃圾 至於第三間 只是間廁所 看來這裡只是 被當大型垃圾丟棄屋而已 欸怎麼樣 你有什麼感覺啊 對啊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啊 欸有事要說 我們挺你 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覺得不舒服 這裡應該只是個廢墟 還有啊 會怕就給我滾出去 你們是人情無功啊 哪有怕啊 你是雷達耶 雷達不走前面感應 怎麼會有表現機會 對啊對啊 給我去死 不過你是真的沒有感覺吧 對啊 這裡很一般 那正好 不如這間就由我來開吧 看你也敢不敢說我會怕 這間 都想起都想起 本大也來囉 為什麼 剛剛 有這個房間嗎 就這樣 小剛打開了那間 突然出現的房間 什麼啊 這裡也都堆滿垃圾啊 跟其他間沒什麼兩樣嘛 不對 剛剛明明沒有這間房 到底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此時我的不安感 一陣油然而上 嗯 這是什麼 喔什麼 是正經照 長得好醜喔 而就在此時 我突然發現了 是影子 影子出了問題 牆上的影子 總共有四個 照理來說 土豆拿著手電筒 照著我們其他三個人 那牆上的影子 應該只有三個 而此時此刻 牆上的第四個影子 又是誰的 欸 欸 欸 好啦 也差不多了 走吧 去吃宵夜吧 我裝作鎮定的 轉移目標 希望大家快離開這 嗯 好啊 不過 離開之前我要做件事 蛤 真是的 居然還在這裡尿尿 啊 送啊 緊張的尿都快爆出來了 欸 你在幹嘛 尿尿啊 你是不會看喔 這吹三小 怎麼了 蛤 叫什麼啊 怎麼了 有鬼啊 快跑啊 蛤 別說三小 就在此時 我們三個一起望向了 廁所的方向 結果一看 就看到 有兩個像是金銅玉女的直渣人 正游爆蹄爬半遮面的樣子 看著我們笑 欸 不是三小啊 你應該要用什麼做的啊 你要做那種東西啊 哇靠 什麼尿出來的啊 你自己不會看的 那是鬼啊 就這樣 我們集體的 往屋外狂奔 欸 趕快上車喔 快 車子來到門口了 趕快上車啊 白痴喔 趕快開車啊 對啊 還不趕快開車 等錯一十五啊 怪啊 都快追上來了啊 那個 等一下 你們為什麼 都跑去坐後座 啊白痴喔 前面你兩個不是坐滿了嗎 所以我們三個才 所以我們 三個才 坐 坐後面 話說到此時此刻 我們都突然的安靜下來 因為車子的前座 只有土豆一個人 駕駛座 是空的 而如果駕駛座原本就是空的 那剛剛在車上叫我們上車的人 又是誰呢 還是他們已經先在車上等我們了 故事說完了 鬼跳舞 本集故事由聽眾阿達投稿的 一樣就讓阿騰來扛吧 這是一個發生在高中的時候 我的親身經驗鬼故事 在高二的那個暑假 因為我是籃球校隊的 所以整個暑假都住宿 待在學校練球 也因為是暑假了 所以基本上 學校除了球隊以外的學生 就沒有其他人了 還記得有一次晚上 我們剛練完球 我幫忙打理了整隊的晚餐 那個晚上 我們決定叫麥當勞外送 喂 我們要叫歡樂餐 五份 嗯 飲料都要肥仔快熱水 黑掉 啊薯條要不要加大 阿Ben 你們有沒有加大還不是差不多 還記得那一年的暑假很悶熱 動不動都飆到三十幾度 那天晚上我跟室友兩個人 剛踏出宿舍 準備往校門口去拿晚餐的時候 我突然感受到一股涼意 蛤?怎麼了? 沒有 不然為什麼突然起雞皮疙瘩 好冷喔 那個晚上的氣溫非常不尋常 明明是在夏天 但溫度卻特別低特別涼 整個戶外 就好像是誰忘了關冷氣一樣的人 在這裡說明一下地理位置 我們的宿舍要到校門口拿晚餐 就必須經過一個廣場 那天 當我們快走到校門口的時候 欸? 無意間看到了至少十隻狗 從校門口的縫隙轉進來 雖然覺得奇怪 但我們也不以為意 就只是當狗狗要來學校過夜吧 就這樣我們拿完餐點後 準備一路走回宿舍 在經過廣場的時候 卻發現了剛剛那十幾隻野狗在廣場上 他們是很有秩序的繞著一個圈圈 就像人形蜈蚣一樣 頭接著尾巴一直轉圈圈 他們時不時還會噴高雷 雖然狗沒有什麼好怕的 但一群狗還繞圈圈吹狗螺 平常不怕狗的我 也開始怕起來了 因為手上拿了整隊麥當勞 我怕泰鄉會被攻擊 這樣我根本賠不起啊 最後安全起見 我們改走了內側的教室走廊 避開野狗 欸? 剛剛那拳口也太可怕了吧 十幾隻在那邊繞圈圈欸 對啊 X咧 要不是我手上拿的炸雞 我是不怕他們的啦 我跟你講 就這樣 我們兩個一邊講幹話 一邊穿越走廊 往宿舍前進 但卻在快走到宿舍時 突然間聽到了教室內 有椅子被移動的細微聲音 我們兩個瞬間都停了下來 因為那個聲音 正是從我們兩個經過的教室 傳出來的 欸咔 你有聽到嗎 嗯 有 欸剛剛那個教室 是有人的嗎 暑假除了我們球隊練習之外 你覺得還有別人嗎 哼 那你的意思是 那個聲音是 阿...阿飄 結果話還沒講完 一陣客座與倒塌的聲響 就從教室內傳的出來 哼 哼 幹嘛啊 什麼飄啊 老子還沒有信那個了耶 哼哼 那你幹嘛走 快衝他小 哼哼 我怕大家長太久肚子了 哼哼 自走快一點了 哼哼 於是就這樣 我們兩個瞬間投也不回了加快腳步 直奔宿舍 哼哼哼哼哼哼哼 回到宿舍後 我還確認了一下外面 有沒有人跟來 而剛剛在廣場繞圈的野狗 也都已經離開了 彷彿他們好像進學校 就是為了做那個繞圈的動作 後來因為宿舍人多 加上剛剛那一切 彷彿都只是一些多想的情節 在吃完完成後 我整理整理就去洗澡了 而沒有想到 最可怕的 就是發生在洗澡完後 洗澡完 當我走出浴室時 天空開始打雷下起的大雨 什麼啊 下雨了 這雨看起來好像很大耶 當時為了想知道雨室有多大 我走向的走廊伸手去接雨 沒想到卻看到了 宿舍樓下的廣場 正有一群白衣黑髮型體的人 正手牽著手 繞著圓圈 跳著舞 那...那是什麼 看到這個場景 我趕緊的回到宿舍裡 神情一點驚恐的 靠...你是怎樣 看到鬼喔 靠...賓狗 你怎麼知道 我將剛剛發生的事情 一無一時的告訴室友 你說什麼啊 有這種事 我去外面確認確認 就這樣室友外出確認了 而大概過了一分鐘後 欸...怎樣 你有看到什麼嗎 靠...我剛剛看到一群 跟你講的一樣的人 然後呢...然後呢... 我剛剛在走向上面往下看 跟你講的一樣 他們一直繞圈圈 哼...然後呢... 然後他們在跳舞 跳到一半的時候 好像都發現了我 全部都停下來 抬頭看我 蛤...那...那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要去搜東西了 我今天要去別人宿舍睡 為什麼 他們剛剛看到我之後 好像就要走上來了 北京喔 你要約他們上了 你要先講啊 怪我囉 還不是先發現他們呢 他們要來就來 我又沒有辦法 就這樣我們兩個迅速拿起了 枕頭棉被等等的東西 準備要逃到樓下 跟其他人擠一擠睡衣間 欸...欸...快倒啊 而當我們兩個急著跑下樓時 蛤... 在我要下樓梯的那一瞬間 我隱約得看到了 在宿舍另一端樓梯 正有一個白衣女子 用倒退走的姿勢 同步地走上我們這層樓梯 剛好我們要下去 而他們上來了 最後那天晚上 我們一群人擠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度過了一夜 後來那位跟白衣人對到眼的室友 還因此發了高燒 最後在長輩的驗證下 才知道那一天 原來是鬼門開 我們可能是無意間 看到了好兄弟們 放暑假的那一刻吧 故事說完了 故事開始囉 這故事是我的朋友阿虹提供的 老樣子就讓阿騰來扛吧 在我剛上大學的時候 那時真的玩瘋了 不管對什麼都充滿了興趣 我跟我的室友們 常常下個課就去夜衝夜唱 直到隔天早上 才會宿舍睡覺 然後各種理由的翹課 總之我們就像脫這樣的野馬 感覺好玩的事情我們都玩過了 也玩出了革命情感 主動 小剛 老公阿 今天開始我們就是兄弟 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好 乾杯 而雖然是號稱什麼都玩過的我們 始終有件事情 我們沒能體會到 那就是 嬌女喔 因為身為理工系的學生 班上男女比率真的太懸殊了 38比2 女生在班上根本是西式珍寶 而且談戀愛對我們來說也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至少要男女雙方看得順眼 聊天要聊得來之外 還要打敗眾多的班上跟戲上的競爭對手 才有機會 在我們理工系交到女友 變成班隊或戲隊 簡單的說 在我們這個戲上 想交女朋友 哼 還不如交男朋友比較容易一點 而就這樣 我們寢視世間寢 其實都很有自知之明 畢竟 我們真的不帥 終於 到了一年級的下學期 欸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啊 靠 怎麼樣 我約到了 我約到了 同事科的蔡蔡明天跟我去月遊欸 他還要大家朋友姿姿一起出來 現在缺一台機車 誰要跟我 GO 欸 沒有人要去嗎 維藤少爺 真是辛苦你了 想必你應該有些疲勞就對吧 這是我家寄來的上等茶葉跟關廟土鳳雷書 請您享用 晚上的夜遊 請不要忘記小弟我啊 好喔 小哥 謝謝你喔 恩 維藤少爺 且慢 少爺 別吃那些來路不明的東西啊 小心刺外肚子啊 我們應該注重到務實的方面 例如 明天要叫做作業報告 明天的作業應該還沒寫完對吧 曉得我 作業不但寫完了 還可以幫你抄寫一份 只要你晚上帶我去 明天的作業肯定過關了 對不對 呵呵 呵 對耶 我都忘記有作業了 恩 這個好像比較好喔 呵呵 可惡 這個卑鄙小人 呵 雕蟲小記 什麼 不疼 像這種緊要關頭 阿諭奉承你的人 根本不是真心的 作業才見你超一次 還吃什麼點心喝什麼茶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誠意 我的誠意就是這個 2TP的日本男女對戰片 什麼 見你看到學期末 請你務必忘記提拔提拔我 晚上帶我去吧 而就這樣 因為晚上有妹可以在 其他三個人開始爭執不休 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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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後 他們決定用猜拳來決定勝負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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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而最後 是小剛贏得了機會 於是那天晚上的約會 變成了四男二女的夜遊行程 當天晚上 我在菜菜 小剛在的滋滋 而土豆在的肉侵 我們決定先買些食物跟飲料 然後到學校附近山上去看夜景 聊天打屁 因為我們學校在山區的附近 又加上比較偏鄉下 所以上山的燈光 都有仰賴機車的車燈 欸 這也沒問題嗎 好暗 好可怕喔 呃 沒事沒事 我們白天才來過 這也OK的 暗才好啊 沒有光害看夜景才正啊 最後 我們把車停在接近 山頂轉彎處的涼亭休息 哇 好漂亮喔 而說老實話 也因為真的夠偏僻夠暗 從山上看到的星空 還真的非常漂亮呢 而我們一群人也開始 一邊吃東西 一邊瞎聊了起來 當然 就會開始有老梗的爛遊戲出現 欸 各位 難得人那麼多 來玩遊戲吧 好啊好啊 要玩什麼啊 我們來玩交換秘密 好不好 靠 好無聊欸 老梗欸 而且只想知道你的秘密啊 噁心 北基喔 我要玩的才不是一般的交換秘密 我要玩的是 真交換秘密 什麼真交換秘密 我們每個人心裡 多多少少都有些 不能講出來的秘密 對吧 但其實這些秘密一直憋著 有的時候還是想被人知道的 想要有管道宣洩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你們看 這是我剛剛在路邊撿的面紙盒 然後我把這個廣告傳單 撕開一人發一張紙條給你們 每個人在上面寫 寫自己不能說 但很想抒發的秘密 寫完後 大家把紙條丟進去 然後呢 我們再一個個抽出來 念出紙條上的內容 而且 為了避免認出筆跡 還要用作音寫 這樣就是真交換秘密了 怎樣 有趣吧 有創意耶 這個我喜歡 而就這樣 土豆提議的這個遊戲 一瞬間勾起了大家的興趣 我們每個人依序用同一支眼紙筆 寫上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然後丟入了面紙盒裡面 接著開始輪流抽出紙條 朗讀別人的秘密 而第一個抽籤的就是土豆 嘿 來囉 我要抽出第一個秘密囉 嗯 什麼啊 這個好白痴喔 而且 我上也被尿蟲了 而想當然的 這個秘密 當然是全員都否認了 而第二個抽籤的就是我了 好喔 換我抽出下一個秘密 嗯 這個是 呵呵呵 했 誰啦 我長痴瘡耶 呵呵 Reynolds howell 誰啦 而又再一次的全員否認了 而接下來每一個人的秘密 一個比一個好笑 但因為是匿名秘密 又加上現場開獎 老實說 這有點偷漏自己的失事 又不會被發現的感覺 真的好玩又刺激 而就這樣的 我們抽完一輪後 大家食髓滋味了起來 哎 好像都抽完了 這個好好玩喔 我們再玩一次好不好 好啊 我也想再玩一次耶 於是第二回合真秘密遊戲開始了 而我是第一個抽籤的 我看看我會抽到什麼內容喔 喔 這個 欸 這是怎樣啊 我偷交過兩個男友 北基友 交過兩個男朋友有什麼好秘密的啦 沒有啊 不是我寫的 齁 幹嘛不承認 欸 等一下 我們說好是寫秘密 我們女生交男朋友有什麼好秘密的 而且講了也代表自己行信號有人追吧 如果交了兩個男朋友 算是秘密不能講的話 那不就是 男生寫的 而接著秘密又被異序的抽了出來 有人便秘了四天 有人有糊臭 有人偷過錢 有人腳超臭 第二輪的遊戲也很快就結束了 玩得差不多了 時間也很晚了 我們該整理整理 準備回去囉 看一看時間 已經晚上11點半了 是真的滿晚了 我們六個人邊聊天邊整理帶來的垃圾 而此時 我突然發現了 是怎樣啊 面紙盒裡面還有一張紙條耶 怎麼啊 我們有漏掉喔 這張紙條是誰寫的啊 剛剛有人寫兩張喔 我抽出了紙條打開 看了那幢秘密 聲音的耶 白癡喔 是誰寫的 怎樣 大聲唸出來啊 你那表情在演什麼啦 嗯 紙條上面寫 這裡有鬼 在那一瞬間 所有人都傻住了 全部人頓時都不講話 在場所有人都否認 這張紙條絕對不是自己寫的 而這時更毛了 如果不是我們其中一個人寫的 那在這半夜的深山中 又是誰會把紙條丟進來呢 別開玩笑耶 賣鬧喔 這不好玩喔 講喔 這是誰啊 誰寫的 承認喔 這玩笑不夠窮 快承認 是誰寫的 而這個土豆一邊大喊 要兇手趕快承認時 突然間 在我們的身後 傳來了一陣一陣 有規律的節奏以及黃光 我們全部的人都回頭 看著稱音的方向 那是土豆的機車 不知道為什麼的 莫名打起了方向燈 頓時 我們所有人都傻了眼 最後 我們一行的默默的 當作機車袖斗 就不發異語的 趕快騎車下山回學校了 沒有人敢在那邊多待一秒 而回到宿舍後 不知道是不是男生宿舍人多陽氣重 反而有種安心的感覺 但我們四個人還是決定 隔天要包含女生 我們六個人一起下午去廟裡面拜拜 求個平安 而誰知道 阿騰 阿騰 起來啊 阿騰 阿騰 幹 幹嘛啊 要上課喔 上個屁課喔 出事了 馬騎 馬騎不見了 蛤 土豆說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馬騎就不在寝室裡面了 原本以為是去上課 但是 已經到了下午約好要去拜拜的時間了 也還沒看他回來 而且 已經下了一整天的雨了 馬騎沒有理由一直都在外面逗留 後來我們幾個輪流打給他 手機也都是關機 不知道為什麼 經歷昨天那件事情後 我們三個人總覺得 馬騎應該出事了 後來 雖然不知道是哪來的靈感 我們還是騎著機車 回到昨天那個涼亭 結果 還真的讓我們找到馬騎 而那一幕 夠讓我們發毛了 馬騎正趴在涼亭的桌上睡覺 而看得出來 他連鞋子都沒有穿 是用走的 走上來的 全身充滿了泥泥 最後 我們把他叫醒 並且帶到學校的醫務室 確認他沒有大礙後 後來 群人都去廟裡面拜拜 而在拜拜那邊 又是另外一則故事了 故事 說完了 故事 開始囉 上集說到 因為發現了馬騎昏睡在涼亭上 我們一行人把他叫醒在下山 土豆在馬騎 而我跟小剛騎機車在後面注意 有沒有什麼異狀 但那天 據土豆所說 騎車在馬騎下山 根本是他最可怕的回憶 在騎車的過程中 土豆一直試圖跟馬騎對話 讓他保持清醒 馬騎 7乘以2加3加4乘以9等於多少 嘿 快點回答我 你心算不是很強嗎 但對於土豆的問題 馬騎始終沒有回應 後座安靜的很詭異 土豆不安的看了一下後照鏡 想確認一下馬騎現在的狀況 而一看才發現 馬騎從頭到尾 都一直用著很詭異的坐姿 看著自己 誰一定得了 而最後終於到了學校 把馬騎送進醫護室 給醫護阿姨看一看 但老實說 簡單的檢查過後 馬騎根本沒什麼大礙 沒有受傷 血壓脈搏等等都很正常 但整個人就是很魂不守舍 你叫什麼名字 林炎靜 你為什麼跑去山上 看星星 白天又下雨是要看什麼星星 看星星 那你幾點出門去看星星的 看星星 從頭到尾 馬騎只會重複講著看星星 我們全都傻了眼 後來醫護阿姨給我一個寫了地址的紙條 並且跟我們講 把眼鏡再去這裡 我聯絡好了 會有人幫你處理的 而就這樣 我們又全員出動 騎車到了阿姨給的地址 一到那裡才發現 那時間在學校附近私人開著談 大哥 那個我們是阿姨介紹來的 他說你能夠 把他帶去旁邊坐著 你們幾個跟我來 就這樣 我們話都還沒說完 大哥就馬上下了指令 他要我們三個點了香 並且對神明擊敗後 就在一旁先跟他們道歉 雖然聽起來很荒謬 不知道要跟誰道歉 但當下真的已經沒有任何想法了 我們也全部都照做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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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後來大哥拿起了香 對著失神的馬騎 開始喃喃自語了起來 應該是在念什麼咒語吧 而就這樣 在談香跟咒語的加持之下 15分鐘後 好了!你們幾個過來一下 大...大哥!好了嗎?我...我朋友他怎麼了? 你們很有誠意道歉 現在只差一步了 差哪一步?是要學金座還是什麼的嗎? 喔!是沒有那麼複雜啦 很簡單啦 你喔!現在走過去 給你朋友 剩他一拳啦!比較大勒 知不知道一拳讓他醒過來啦 打到連他媽都認不出來啦 哼哼哼哼哼 就這樣 大哥這種要求 我這輩子真的沒聽過 但現在情況特殊 我也只好照做了 媽媽啊!不好意思喔! 我不是故意要這樣的喔 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好喔 你不要怪我喔 我會小力一點的 聲音得咧!幾雙啊! 喔!不好意思喔!很痛耶! 幹嘛啊!打屁喔! 人家睡得好好打屁打喔! 而我這一拳打下去 媽媽還真的清醒了 看得我們在場所有的人 都目瞪口呆 大...大哥!這什麼招? 好強喔! 難道我剛剛被神明復禮了嗎? 哇!一拳打爆阿飄喔! 欸...並沒有 不要瞎掰好嗎? 我跟你們幾個講 會這樣都是因為你們同學太白目 在紙條上寫什麼這裡有鬼 而此時大哥突然這樣一說 我們所有人都傻住了 因為我們從入門到現在 從來沒有說 我們玩過什麼遊戲 也沒有說紙條的事情 甚至連夜遊的事情 也都沒有說過 他是怎麼知道的 你們晚上在山上講話太大聲了 早就聚集一票人在旁邊看 阿還在那邊玩遊戲 大家圍著看 結果你們這同學太白目 寫說這裡有鬼 人家看不順眼就捉弄他一下 原來早在我們進門的那一瞬間 大哥已經隱約看到了魔鏡 有好幾隻手搬布在他的身上 而那些手來自的不是鬼 而是三金鬼魅 這樣的解釋 講得我們全部都起了雞皮疙瘩 那...那...那剛剛 是你讓我把他們一拳打散了嗎? 哎呀! 想不到我居然天地有正氣 還一拳幹爆三金啊! 沒有!你是頭卡A到你!想太多! 還...還是神明降降 說服他們啊! 沒有啊! 就剛剛一進門 我已經跟他們溝通是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我才叫你們道歉 再說喔!這種小事根本不用神明出場 他的條件就兩個 一...要你們道歉 因為你們晚上講話太大聲吵到他們 二...打你同學一拳 讓他們消消氣就好 蛤?等一下!你學說什麼? 蛤?這樣...這樣就好?這麼簡單嗎? 打他一拳就好? 而後來我們也問了清醒過後的魔鏡 問了他到底記不記得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他為什麼要走到涼亭去 而把給他的回覆也很讓人匪夷所思 不...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走去涼亭的 我只記得 我好像做了一個夢 夢裡面 你們三個 一直站在很遠的地方 在跟我招手 全部人都叫我過去 但只是 那個姿勢 很...很奇怪 接下來 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而聽馬騎的這些敘述 我們都覺得很納悶 我們也直接問大哥 大哥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馬騎回去涼亭嗎? 為什麼一定要用走的啊? 這是不是人家說的那個 被...被模仙哪砍掉啊? 大哥聽完我的問題後 也沉思了一下 並且 宇宙欣賞的說 靠北啊 人家就不會騎車不行喔 故事 說完了 故事 開始囉 今天我想說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日本旅行的時候 無意間聽到了一個故事 前陣子 我一個人到日本旅行 當背包客 到處東走走 細看看的 從自己活膩的城市 逃到別人活膩的城市 而因為是背包客的關係 我住的旅店都是選擇在日本當地的台灣人經營的友善旅館 可以在外地跟自己家鄉的人講上幾句話 總是覺得特別溫暖 而在背包客棧裡 有時候老闆、老闆娘也會一起來聊天 甚至是他們在日本的台灣朋友也會一起來聊天 而在裡面就有位老闆的台灣朋友叫做小花 而這個故事就是從小花開始的 欸 我跟你說 我家鬧鬼 蛤 你也說她小啊 我說真的啦 我家有鬼 有鬼 什麼意思啊 唉 這個說來話長嘛 就是啊 原來小花在幾年前 因為結婚的關係 從台灣嫁來日本 一開始 她是跟老公住在偏鄉下的傳統日式房子裡面 因為是結婚的第一年 小花也不是很敢要求要搬出去住 更何況 老公的爸爸媽媽帶她如自己人 所以很順其自然的 與公公婆婆、老公四個人住在一起 而這個家的配置如下 因為偏日式的老屋 是個長方形的房子 從頭走到底 大致分為客廳 公公婆婆的房間 書房 小花的房間 而最後一間 則是奶奶的房間 沒錯 奶奶的房間 就在小花房間的隔壁 奶奶 這是我太太 也是你的孫媳婦喔 奶奶你好 以後請多多指教 沒錯 雖然說是奶奶的房間 但嚴格來講 是已經過世的奶奶的房間 裡面除了奶奶的身主牌之外 就沒有放其他任何東西了 那個 我們不用把神牌打開嗎 這樣對奶奶不會不禮貌嗎 沒事啦 這個神主牌已經很老舊了 一直開關的話 壞得更快 我們只有在固定的節日 才會打開做清潔啦 話說完 小花跟老公 將祭拜奶奶的貢品更換完之後 就離開了房間 對了 你把這拿去丟掉吧 為什麼 這個可以吃吧 在台灣拜拜完 都是可以吃的啊 那一次看看 吃就吃啊 誰怕誰 嗯 這是什麼味道 XX 我贏喔 這怎麼是酸的 小花一口咬下河果子 味道沒有想像中的甜 更是一股酸味沖上腦門 整個河果子像是收掉了一樣 好像放了超過一個月 而更離奇的是 老公卻說 怎樣啊 知道厲害了吧 呵呵 這個河果子只放一天喔 就壞掉了 怎麼可能一天就壞掉 真的咩 我們家每天都要換貢品的 我想啊 一定是奶奶回來吃了 而就是這樣 這個家第一個怪事 就是每天奶奶的貢品 明明只放了一天 到了隔天 必定臭酸 所以必須天天更換 雖然感覺毛毛的 但看著老公跟公婆都住得很舒適 小花自然就沒想太多了 而怪事不只這一件 就在嫁進來後 約莫過了一個月 某天的晚上睡覺時 什麼聲音啊 房會傳來何時開門的聲音 還有人在走路的腳步聲 吵醒了熟悉的小花 是有人去上廁所嗎 就這樣 小花以為是公公或婆婆 老人半夜憑尿 起床上廁所經過的房門 不遺為意 但到了隔天早上 早起的小花伸著懶腰 準備去做早餐的時候 卻發現了隔壁奶奶的和室門 卻是半開著 雖然覺得奇怪 但小花把這歸咎在 可能是誰忘了關門就這樣帶過了 但接下來更離奇的事情發生了 幾乎在每個半夜 小花都可以聽到 有人 開門 走路 開門 走路 開門 走路 而更扯的是 每到隔天 奶奶的和室門 也都維持一樣半開的大小 想當然的 這件事情跟老公講 也都沒有什麼鳥用 總是會說 那是奶奶 不用怕 奶奶最疼我了 她是家人 等等的批話 而就在這樣半夜腳步聲的騷擾後 真正可怕的事情來了 某個夜晚熟睡到一半的小花 又聽到了開門走路的聲音 煩死了 到底是想怎樣啊 鬼就不用睡覺你 整個晚上就在那開門走路 你不睡老娘要睡 有種過來啊 奶奶了不起啊 我也有奶奶啊 很大顆的 等我好欺負 因為受不了 心裡一陣murmur的咒罵 而小花才剛罵完之後 突然間 聽到了一句 一個老人的聲音從門口傳來 這句話是一句日文 中文的意思就是 我在這兒 小花納悶的轉身 就看見了房間的和室門口 有個影子 正站在那兒 從剪影看來 是個穿和服 盤起頭髮的嬌囂身體 是...是奶奶嗎? XX 現在是怎樣 剛剛那個只是開玩笑啦 台灣人的幽默啦 不要嚇我 就...就沒事好了 就這樣 小花想要假裝 諾無其事的翻身 把身子轉向牆壁的那一面 背對門口 想要眼不見為盡 而沒想到 這一個轉身 讓她整個尿 都快閃出來了 原本該是牆壁的那一面牆 現在 在她的面前 卻變成了一道和室門 而門外 一樣優奶奶的影子 而在那一瞬間 小花隱約又聽到了 ここにいる 話才剛說完 影子慢慢的從門 穿透過來 浮現了一個老奶奶的臉 一邊笑著 一邊說 ここにいる 是...是做夢嗎 原來剛剛的一切只是一場夢 而這個時候 天剛亮 太陽剛升起 鳥兒剛起床 一切看起來很祥和 但小花已經睡不著了 也受不了了 這一次她決定要直球對決 好好跟奶奶聊一聊 跪在奶奶的房間 誠心的在神主牌面前 跟奶奶默念著 奶奶不好意思 我知道您是這個家的長輩 也是主人 雖然我才剛住進來 我也相信您的存在 也知道您不會傷害我們 但我希望您可以不要每天晚上 這樣出來嚇我好嗎 我的心也是肉做的 心臟會受不了 昨天我真的嚇到了 希望講這些話不會冒犯到您 小花一邊說著 一邊虔誠地膜拜著 希望用溝通的方式 跟奶奶好好說自己的難處 也展現誠意 直接地把神主牌的小門打開 讓奶奶看見自己 這樣子有禮貌一點 結果把小門打開後 神主牌裡面放了一張 慈祥老人的照片 這個是奶奶 但小花看了照片 認了很久 這是奶奶的牌位 裡面放的絕對是奶奶的照片 但是 照片裡面的人 卻不是昨天小花 夢見的那個老人 那 那個老人到底是誰呢 想到這裡小花不禁毛了起來 就這樣 終於在幾個月過後 小花終於熬到了 老公因為公司吊子的關係 搬離了老家 來到大城市裡面生活 而且已經好幾年了 現在跟老公還有幼稚園的兒子 一家三口一起生活著 蛤 我靠 你這鬼故事也太猛了吧 那老太婆到底是誰啊 噁心 對啊 媽的超可怕的 不過搬家就好了 這故事真的有夠毛的耶 那事情都過了那麼多年了 你怎麼臉色還那麼難看啊 哼 就是過了這麼多年 才覺得臉色難看啊 蛤 怎麼意思啊 沒啦 就我兒子啊 昨天我兒子在幼稚園畫了一張我的家人的畫 他回家後特地拿給我看 結果你看這張紙 小花弟給我他兒子在幼稚園畫的圖 這...這...這個是... 圖裡面 小花兒子畫著爸爸 還有媽媽 跟他自己 三個人很快樂的 在客廳裡面吃著火鍋 看起來非常溫馨 但不知道為什麼 卻還特地的 把廚房畫了出來 因為在廚房裡面 還有一個穿著和服的婆婆 但詭異的是 他的頭 卻是頂到天花板的 故事 說完了